今天继续介绍高分海盗剧《黑凡》 在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 维恩的大部分船员都归顺了弗林特 盖茨不得已成为了那艘船的新船长 比利也顺利成章成为的舵手 而海盗们在得知将要获得巨额财产之后 表现得都很浮躁 一心只想着提前享受不再进行任何工作 但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对船体进行维修 为了节省时间尽快追上利马号 弗林特建议就在这片危险的海滩进行维修 看着海盗们不顾危险地抢修场景 比利想起的那个欲要叛变的海盗对他说的话 那时比利还没有来到这艘船上 弗林特打劫了一艘西班牙商船 为了这艘船 他们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们收获的战利品 却和弗林特承诺的相差甚远 而且弗林特还杀死地准备交出所有钱财的船主 于是欲要叛变的海盗把这一切告诉的盖茨 但盖茨不为所动 认为只是死了两个有钱的混蛋而已 但是等到上岸之后 那个海盗亲眼看见了 弗林特对米兰达说他们都死的 于是海盗们立即意识到 这场寻宝完全就是一场算计 弗林特为了米兰达的个人恩怨 欺骗并牺牲了船上的海盗们 而历史总会重演 说不定这次的寻宝计划也是一场骗局 最近弗林特对米兰达的态度特别冷淡 因为米兰达给格斯里读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那是米兰达和他的原配丈夫托马斯之间重要的回忆 米兰达说自己不想忘记以前的生活 读那本书只是为了防止遗忘 瓦恩在失去自己的船之后迅速的颓废起来 捷克说他们还有筹码 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到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的船长 而不是颓废的懦夫 艾利诺一期用事的决定 对他的事业也产生了影响 为他卖命的船长们都在担心 艾利诺会不会也抢走他们的船 艾利诺并不担心这些 他正在为自己物色新的合作对象 布莱森船长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船很大 还有弗林特需要的火炮 虽然艾利诺想要和对方合作 但对方可不一定愿意 布莱森背后的势力 代表着整个格斯里贸易公司 如果艾利诺和他过不去的话 那就是和贸易公司过不去 甚至会因此 冒犯到艾利诺远在波兰的祖父 如果再让他知道 艾利诺想要打劫国家财产 那么无论是谁出面 都不能让艾利诺免受辞罚 所以布莱森不想合作的话 他不能强求 没有办法 艾利诺只能让父亲格斯里出面 格斯里并不支持他们的计划 但为了避免自己被狼狈地压解回波兰 格斯里决定出面 说服布莱森拿出一部分火炮 善于观察的约翰 发现了比利的心事 还告诉了弗林特 但比起约翰 他更信任自己的人比利 维修的时候 船员并没有按照比利交代的做 撑起船体的树摇摇欲坠 似乎很快就要坚持不住了 出面的格斯里 成功说服了布莱森留下火炮 其实他远在波兰的家人 根本不看中他们妇女二人 在拿骚附近虎视眈眈的皇家海军 就是证明 而这次抢劫利马号的计划 也许就是他们最后翻盘的机会的 但格斯里对艾利诺此行 保持着悲观的态度 为了巨额财宝而跟一个帝国开战 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 他也明白 艾利诺只有在拿骚才会被人看中 但精英这片土地并不是长久之际 格斯里需要保证 无论失败还是成功 艾利诺都能活下去 一阵大风刮过 牵引着船体的树倒下的几棵 恐慌的海盗们立即四散奔逃 唯独就猫猫的兰德尔被压在倾斜的船底 为了保住整只船 他们只能牺牲主维杆 以及兰德尔的一条腿 此事故过后 比利非常的自责 他后悔一开始没有阻止弗林特的计划 远在一旁的弗林特找到约翰 向他询问比利都知道了什么事 约翰说自己也不清楚 但听到了一个女人 听到这里 弗林特瞬间明白比利动摇的原因 格斯里在谈判成功之后 又被送回了米兰达那里 因为都有过上流生活的经历 他们两个很有共同语言 格里斯也发现 米兰达的真实身份 是汉米尔顿公爵 也就是托马斯的妻子 而公爵的父亲 是巴哈马群岛的贵族领主 格斯里曾经和他们有过生意往来 所以才会根据房间里的花像 猜出了米兰达的身份 传言说 米兰达在婚姻中并不忠贞 和一位皇家海军的军官 有一段风流运势 以至于托马斯受了刺激 患上了无法医治的精神疾病 在那之后 米兰达就和他的情人逃离伦敦 所以根据传言和目前看到的情况 格斯里立马就猜出了 米兰达的情人就是弗林特 他也看出了 米兰达并不喜欢岛上贫困落后的生活 于是 格斯里说 可以帮助他在波士顿 获得新的身份 新的生活 并以此作为交换 换取他们二人各自的自由 颓废的文恩又一次遭到轻视 于是他杀了妓院老板 而女招待也完全成了他们的财产 米兰达在听完格斯里的计划之后 将岛上的牧师带了过来 到这个时候 格斯里终于说出了 自己和布莱森的计划 他根本就没有说服布莱森 把火药留下来 白天的说辞 只是为了安抚安利诺 让他不要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章再见了 给他们回来